大家快樂! 虎子是虎子! 今年的萬色節是憂鬱星期一 不過少年幼團的年輕人是有好好過節的 在他們時間限了兩年來 雖然萬色節只有兩次 但活動已經開了六次 接著來快速回顧他們 萬色節發生了什麼? 此著今年的第一次是個混團的活動 不過故事開頭有種Hello Happy的記事感 就是Cocoro看到上帝界擺起裝飾來 就開始想要搞事 Gamesaki討價還價的結果 是他要辦個兩人一組 誰要到糖果誰多誰贏的活動 被牽扯進來的有Misaki 路過的Rimi Tomo Hima 還有想跟姊姊對決的Ako 當天跟Rimi組隊也是考慮 雖然是以怪動模樣 Misaki為了作為Misiru參加 再來一次因為自己有事 所以自己找了自己來點擊自己的恰邦 而Ako為了贏帥氣的姊姊 找來他覺得唯一能贏的Yuki娜 你記得天天要哭了 而當然受到萬聖節就是變裝 Cocoro決定用這套衣服來要糖果 看來你是很想贏 原本我是想這麼說 但看來還有個更想贏的 而當天被硬找來的Yuki娜呢 狀況都不一樣 Misiru意外的被Cocoro拖著跑 Ako直接找姊姊對決 各自演自己變裝的對象 讓路人評斷 可不可以演吸血鬼那隻小菜一滴 問題我們來看Yuki娜演的貓 英明這邊 Yuma她很害羞不敢要糖果 但是在王子的陪伴甲 終究鼓起勇氣 就這裡特別溫馨 那回到Yuki娜這邊呢 最後總之在盡興之下 眾人度過了愉快的萬聖節 算那一題 比賽由Cocoro獲得勝利 第二次是Pazpale的活動 故事講他們原本出外籍 要介紹一家旅館 有想要燈一閃 他們就被關在房間裡 其實這是一個密室逃脫的節目 他們要解謎 拿到5個金色難怪才算成功 而一道謎題的Pazpale是長這樣 艾亞發現了什麼 Hina眼都不眨就解開了 吉薩托跟Eve表示原來如此 Maya表示 喔我都沒想到 中途他們被分成兩邊 艾亞跟Hina 其他三人一組 艾亞跟Hina 這邊一樣一個人找東西一個解 假設這邊是 吉薩托跟Eve人流解體 Maya負責說 喔我都沒想到 這個實在讓吉薩托覺得太假了 原來Maya根本沒看過劇本 他早就被節目方收買 察覺到真相的吉薩托也不饒了 恐CueMaya 讓他感到壓力三大 不過這比比Hina 在會了後直接爆雷 說他早知道Maya是撞的 不是我說節目還在拍 不過幸好最後一關 Maya也不知情 要真的集眾人力要過關 而內容是 時間內從丟滿地的南瓜裡 找出金南瓜 這提不起Hina的興趣 他直接說放棄算了 不是我說節目還在拍 艾亞這時候摔了一跤 還失手把兩個金南瓜 掉進南瓜堆裡 連其他兜都不禁吐槽 不過廢到笑的艾亞 反而讓Hina提起劲了 在最後關頭 艾亞看見最後一顆卡在暖爐裡 為了勾到他 Hina給艾亞騎在自己背上 湊起5顆的帕子拍 成功逃出密室 發現Party已經等著他們 最後由艾亞摸煙囂變黑的手手最會 我急 接著是第三次 從這裡開始的就是 第二年的萬聖起 這也是POPPA參加萬聖起遊行的故事 劇情很簡單 但很有POPPA的感覺 1S依然是萬年套路 連艾亞都會背 不過嘴上最不要的人 往上做起來最認真 看他這小紅帽的變裝 當天他們遇到路過的 Loka還有Asuka Kasumi也不忘給妹妹抱抱 之後他們跟路人搭話 跟狗狗拍照 隨便在節日氣氛中開始嗨起來 他們把它叫做 非日常的力量 哪有不是什麼超自然的力量 也就是平常賢淑大姐姐的沙亞 也玩瘋了起來 還有Limi竟然主動找 旁邊的外國人一起拍照 跟當初不敢要糖果 比起來還真是成長不少 最後在Alisa的典型之下 他們帶著滿災而過的糖果 分給Zun跟Sana 給了大家一個甜美的萬聖節 受到非日常的魔法 變成魔女的沙亞 也給他人世家的魔法 這個象徵我覺得做得很棒 第四次是混湯活動 主角是Lok 講Hanaoka辦萬聖節活動 他跟Maskin聊到 班上要開咖啡廳 不過因為沒人會做蛋糕 所以打算改賣餅乾 話才說完他就想到 啊蛋糕不就在自己面前嗎 於是Maskin被找來當糕點師傅 當天天三人組一邊忙 一邊遇到我們哪裡都會出現的主角 一往不忘給Lok抱抱 還有這跟剛才講的遊戲 時間線上是同一年的事情 也就是說 Katsumi同一年準備了兩套變裝 那喜歡哪一套呢 還有這一次Asuka也有變裝 彌補了前一年沒有的遺憾 後來這四個人一起參加 Mokaban辦的找南瓜活動 說找南瓜 其實是找Aptaguro 找Aptaguro去哪裡 這我們不用看劇本都知道了 總之在屋頂先找到了 Lan跟同位 這次除了Mokaban黑貓 其他人是南瓜T恤 接著在找到其他人之前 他們一找Lisa跟Yuki娜 Lisa辦成狗狗 然後Yuki娜是 最後他們成功找到所有南瓜 一起去Karu Cafe吃蛋糕 第五次是HaraHapi的活動 他們上電階看到萬聖級 有馬戲團表演 咬著咬著 就又不小心把Kano搞丟了 不過很快找回來 也一併找到了馬戲團的團長 那因為馬戲團辦在旁邊的森林裡 團長擔心會不會沒人來看 看到有人不笑 Kokoro馬上就開始 於是他們幫忙宣傳 還有當天跟著辦Live 不同的是 他們決定做一套表演服 以及因為Karu太馬 Kano提議分攤他的工作 於是分成Kokoro跟Hakumi的宣傳組 還有MisaKano的衣服組 做衣服途中 MisaKey問起Kano 這次怎麼那麼來勁 Kano說他小時候看過馬戲團 一開始覺得很恐怖 不過表演開始之後 晨晨發亮的讓他一掃一買 享受其中 這種感覺讓Kano聯想到 HaraHapi帶他一起埋頭進 原本令人恐懼的未知世界 但是大家的光芒 讓他鼓起勇氣 所以這次他想努力 朝大家的光芒更進一步 後來衣服做好 卻發現Kano給Karu做得太小了 Kano為此感到很自責 但還是覺醒 在表演之前把衣服趕出來 MisaKey原本擔心他 不過看穿一切的Kakano說 Kano說可以 那就沒問題 MisaKey才想吐槽 卻發現好像很有說服力 MisaKey跟自己說想要成長的Kano 早已是跟大家一樣 閃閃發亮的存在了 表演要開始之前 Kano總算做好衣服 朝了會長衝 卻又又又在森林迷了路 你看馬戲團要開始的挫折的Kano 在最後一刻想起了自己的決心 放聲大喊 還記得Kano的開端就是這兩人的相遇 這次會描寫Kano成長的故事裡 再現這點 也算是給一直追故事的玩家一份禮物吧 但是我想說一點 客區以後是暗黑鏡話吧 現階段的最後一次 是Aptagrow的故事 在遊樂隊裡面不小心撞到頭的Mokka跟TomoA 兩人竟然互換身體 不說我還以為這是Pico來著 其實他們兩個是裝的 都是Mokka想到的鬼點子 TomoA則是被三碗拉麵收買 你們聽聽看 聲音要都是怪物嗎? 一群人只好半心半意的繼續玩 還有Zkukumi這套衣服 他們接著進鬼屋 最怕鬼的浪馬上被嚇到逃跑 我們會抓到他之後 有一個以下要講什麼 最後想到如果是Mokka的話 因為開開玩笑環和恐懼 但被這樣一安慰了 就吸引了裡面是Mokka 後來Zkukumi幫大家買飲料 問起大家要什麼的時候 我們會順口就說這Mokka要什麼 Mokka聽到都嚇到了 我們會也說不出所已然 只是憑感覺 之後遊行經過他們 事情到這裡開始不妙 Zkumi先說 Mokka你看 有南瓜在發糖果 然後浪說 Mokka你看 有蝙蝠的變裝 然後Himai說 Tomoe你看 那隻黑貓好會打鼓 好吧 Tomoe也不能怪你了 這也太限制了 暴露的Mokka跟Tomoe受到炮火襲擊 靠近摩天人裡面避難 想不到吧 阿達國的上演 在摩天人裡面看夕陽的 竟然是這一組 Mokka先就道謝 今天願意陪他玩這一套 Tomoe回應說 自己也很開心 而且一整天想著 如果遇到事情 Mokka會怎麼做 也讓他感覺到 Mokka總是為大家著想 而且還有三碗拉麵可以吃 學頭Mokka剛才做的 Mokka隨口說出 完成了同步率百分百 不過現實還是得面對 像摩天人的兩人 繼續被砲轟 Mokka最後用了90年代結尾來收藏 好啦這件以往Bounder有萬聖節 大家喜歡哪一次 或是最愛哪套衣服 可以留言分享喔 還有很重要 所以說兩次 不給讚就導彈喔 這一次副翻 我們下次見